不 你要找缺点错误呢 有的是 我们我在光华的时候 对吧 我们基本上每天下班 如果是白班的话 下班有学习 如果是晚上呢 那我们提前一小时上班 到工厂 我们也学习一小时 那么学习里边到底学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念社论啊 文件啊 对吧 学习走形式化太容易了 工人阶级要学会当家做主 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时一个顺口溜 就是说国民党的税多 共产党的会多 对吧 好多人特别烦开会 你看 我感受特别深 就是说工人阶级 如果不直接关心国家大事 不主动的去学习 不这个学会组织性 纪律性 最后必须用资产阶级 给你996 给你这个压迫 迫使你学会这个纪律性 学会这个要关心国家大事 这个社会化大生产 它这个是必须的 所以呢 这个那时候有一些这个 一些地方啊 有些很很发展很不平衡的 当年好多知识分子 离开了大城市到了盐 后来发现革命不是那么浪漫的 革命队伍里边什么人都有 对吧 好多人就很失望 丁玲啊什么好多都经过这样的思想斗争啊 丁玲啊真是不错的 你看丁玲早期有些知识分子的那个味道啊 但是呢 历史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啊 那些过去指责丁玲这个那个的 都是一些强头草啊 最后呢是背叛了革命的啊 有些人就就参加革命非常浪漫啊 结果发现哎呦每天自己还得去种地 自己还得去做饭 自己还得去做那些 就是那些那些那些 家务事啊那种琐碎的事啊 我以为革命就是师哥般的 对吧 哪有那么样的 所以好多这些呃东西呢都是客观存在的啊 啊那里边还有呃别说那个那个 那个你像控诉文学里边啊 啊伤痕文学里边大量的这种东西啊 那还有这个强奸这个呃呃知青的啊 还有这些啊各样的现实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啊 革命不是一堂不是一个美好的话啊 啊它是活生生的里边包括就像一个人啊 外表怎么好他每天得拉屎他每天得撒尿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光彩的啊